動保處有跟我回報 目前已經將狗狗做了收容 而且另一方面也即刻檢查他的健康狀況 要求動保處盡速的約團四組全面展開調查 第一時間接過通報時的處理 動保處的人應該要更加的積極 面對頭物或動物受到虐待的事件 有養過毛小孩的朋友都非常的關心 視頻朋友非常關注 所以要求動保處一定是要主動積極 絕對是我們處理事件最重要的原則 我上任之後全面了解即刻做了決定 舊動物之家的牛市建物今年三月就已經拆除 預計117年就正式的落成啟用 提供市民全新更周延服務寵物 及收容動物的場域展現 台北市對於動保的態度、立場跟決心 去年在9月7號發生之後 第一時間將建築師營造廠送成建 9月13號就發文新北市 服役營造將他們的專任工程人員 以及工地主任送懲戒 在去年9月26號就召開了第一次懲戒委員會 檢調也介入調查 在今年4月起訴 我們5月份又將相關的資料發文 新北市做補充的事證 面對幼兒園興建的事件 我都願意來承擔 也都誠心地面對 而且深刻地檢討 即刻提出改革方案 所以做的是比現行的法規要更多 更嚴格更全面 就是避免未來類似的事件再次發生 要求兩個局召開考期會 進行相關行政的懲署 同時主動將案件送監察員調查 在台北市發生任何幼兒性侵 或是危害安全的事情 受到傷害 我都應該要面對 也都會承擔 所以我們提出的改革方案 就是走在法律前面 就是希望避免任何的漏接 類似的事情再次發生 一邊 與 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